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5%的G只有16部 远低于过去几年的数值 这个夏天 网播剧成功抢占用户时间成为赢家的背后 是头部内容和观众向网络视频平台长期清洗的一次集中爆发 对于电视台来说 这种会败或许才刚刚开始 流量明星是零 台播剧评分收视持续下滑 暑期一般是电视台全年收视高峰 在很多从业者看来 电视台暑期的数据 是全年收视成绩最拒指 标价值的部分 这种重要性也让今年暑期的数据显得更为惨淡 像图的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到 在央视播出的最绅年年试试红 以1.448%的收视率成为收视最高的聚集 地方卫视方面 像密城沉浸如霜 则以1.208%的收视率摘得冠军 然而 这两者是近5年来收视率最低的冠军聚集 数据与前几年的暑期冠军相差甚远 2017年 地方卫视的收视冠军 那年花开月正元 以2.57%的收视率夺魁 其同时也是全台收视冠军 这种落幕不仅体现在收视冠军数据的直接对比中 今年暑期到 收视率超过0.5%的聚集只有16步 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为52步 此后的几年内 收视率破0.5%的聚集数据更是持续下滑 数据来源 小土科技 收视率为何如此惨淡 首先是电视开机人数的持续减少 好 云合数据 CEO 李雪林告诉独谋 2014年上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五年前 观众 每日人均收视分钟约251分钟 实际人均收视时长由163分钟 下降至132分钟 从而使电视的平均到达率在近五年迅速下降 有百分之64.5 下降至52.5 百分好 数据来源 云合数据 除了收视 用户数据不佳 近五年来的台拨剧在口碑上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 在往年收视率排名前十的聚集中 豆瓣评分平均在5.5分到6分之间 今年的聚集口碑则更加不如预期 前密报季以2.9分创豆瓣评分新低 舞动乾坤则仅有4.6分 为了改变自身的干发处境 一线卫视们在今年暑期储备了多部大聚餐单 如舞动乾坤天生成歌等 均有大制作 流量明星加持 似乎都是常规意义上报款标配 但二者上线数据的收视率 仅为0.32% 0.558% 远不及于7 曾被电视台设为收视法宝的流量明星们 在这个暑假似乎集体失灵 流量明星完全没有给电视台带来预期的收视高潮 数据来源 小土科技 流量明星加持的爆款 据收视率带给了无人问津的岁岁年年世事红 在视频平台的网播量 同样 被网播剧无情碾压 延续攻略在无流量明星加持下 少线38天累计网播量达123.9亿次 讽刺的是 延续攻略的制作费达3亿元 但演员片酬一共不超过2400万元 与之对比 华策2017年台报中透露了尼尼的工作室在天盛长歌 但劳务费用达9800万 包括天盛长歌片酬 演出经济的 该剧网播量仅分5亿次 除此之外 杨阳主演的舞动乾坤烧现19天 播放量为17.5亿次 陆寒 管小投主演的甜蜜暴击烧现34天 播放量为72.7亿亿 唯一的惊喜是江苏卫视播出的 香蜜神沉浸如霜 该片收视率最高达1.208% 上限24天网播量达到69.5亿 在卫视收视榜大排名第二 榜台剧网播量排名第一 尽管如此 这些巨的网播量 还是与年纪攻略有着云迷之别 数据来源 云合数据 事实上流量明星是零 的趋势在去年便已出现短倪 显射掉英雄传 双世宠妃 白夜追凶等剧之类菜油流量明星 最终也都获得50亿上下的网播数据 在李雪林看来 但前整体剧市场都面临着流量失灵的情况 而演员片酬战比低 让整个市场回归理性 更多人意识到剧情本身的豪坏比流量也能更重要 观众也逐渐向好的内容转移 成了从台到网的迁徙 第一次危机是国内场视频平台的迅速崛起 今年来 视频平台用拿高版权价格的方式 吸引了大批内容 视频平台开出了越来越高的价格与电视台竞争 以去年热播的剧集那年花开月正元魅力 华视娱乐招股书显示 腾讯视频1.78亿元日售款拿下网络读播权 东方卫视和加速卫视则分别以5610万 5869万买下首轮读播权 网络版权超过两家电视台的价格之和 而在此之前的几年 电视剧的采购版权费用 要远高于视频平台 面对高昂的版权价格 很多资金有限的电视台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丧失了降度 优质内容的资格 不仅如此 电视台在支付剧集版权费时 常常采用收视率对赌的方式 为了达到对赌目标 制作公司部 能不为行业灰色地带买单 加上回款周期漫长 许多制作公司已经苦不堪言 将内容卖给回款较短 付款方式简单的视频平台 也就成为了更优的选择 在获得优质版权质的同时 视频平台也开始了定制 自制局的布局 这更让电视台苦不堪言 2014年 第一部网剧暗黑手上线腾讯视频 同年 到目的既成为视频平台付费 用户增长的里程碑 这一年 是网剧景盆的一年 全网控205部 2918级上线 总点击量超百亿 到目的既成为视频平台付费 用户增长的里程碑 2015年 一句两性政策开始实施 统一电视剧每晚的黄金时段 播出的卫视不得超过两家 播出不超过两集 同时 电视剧播出期间 不得插播任何广告 这导致传统电视剧的开机量迅速下降 也刺激了网剧的快速增长 这一年 网络剧数量达到了379部 同比增长85% 播放在274.5亿 增长1.1倍 电视剧总产量395部 同比却下降8.2% 此后的几年里 纯网定制 自制剧等快速爆发 今后出现了鱼醉法一琴 明白叶真凶等较好 要角作的网剧 依靠着这一批高质量的作品 网剧也迅速摆脱开了 楼库专业等标签 网播市场的繁荣在今年暑期到达高峰 延续攻略如一转 虽然在上映前与卫视有过接触 但最终都选择了网络独播 也造就了今年夏天 网络平台碾压电视台的直接观感 延续攻略最终选择了网络独播 被视频平台碾压的同时 电视台招商持续下滑 而网络剧由于拥有灵活的广告植入方式 营销方式等受到广告主青睐 越来越多的广告主也随着流量迁移的网络视频平台 今年运营商的网络数据收费进一步降价 使得观众花更少的网络费 选择更多内容 这客观上加剧了电视台收视的波动 电视台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但这并不是结束 去年开始 第二次危机来临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呈现爆发知识 截至今年6月 抖音日国用户宣布突破1.5亿 越活用户超3亿 快手此前则宣布用户达7亿 此外 直播 游戏 体育等内容都在默默生长 成为强度用户时间的有力对手 长视频野平台纷纷布局短视频 体育等内容 以吸引更多用户 相比平台 电视台在这次危机中更加被动 不但丧失年轻用户 短视频用户使用时常与在线视频起鼓相当 再次闻传媒副总裁 首席品牌观照 并看来 随着视频网站用户数量的继续增加 商业模式一定会更快的从RB向RC转化 未来话语权很可能既不在电视台 也不在视频网站 而在市场群体的共同选择倾向上 过去制作公司与电视台 视频网站的甲方一帮你我关系 应变为共同面向市场群体的我们关系 三者应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一起做蛋糕 然后分蛋糕 而不再是各做各的蛋糕 如何探索我们关系 台和网本身是两种播出介质 各剧特点 能够台网通知的剧集本身就不多 以后会更少 独谋微信ID UXFILM认为 对网台联动 先往后台的拍播方式的深入探索 或许是下一阶段思考的重点 目前 国内对台网联动的研究还非常出级 有的剧未必适合黄金到 更适合时点以后 还有的甚至未必要在卫视播出 走地面频道也未尝不可 此外 视频平台已传层用户 为何新的伴众排播策略 在电视台也同样适用 在招联看来 分 其用户数据画像 针对受众的地域性特征 将合适的剧集投放 在对应地区的电视台播出效果 可能会更影响 焦虑之下 改变也并非一招一息 今年夏天发生在剧集市场的变化 可能会成为倒逼电视台改变的动力 无论是电视台收视率创新低 还是流量明星的日见失灵 今年暑期剧集市场的变化 都值得从业者观察 还是流量明星的规复 O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